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券商午后迎来一个暴涨 放量急拉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哪些个股值得大家重点留意 大家如果对券商板块看不懂的 仔细听 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K线 这个位置 大家在前面应该知道 我一直讲在这个位置 大家说什么 知道吧 上车叫大家潜伏 可是很多朋友喷我 说券商还要下跌 券商还要怎么样 还有看在这里的时候 当时券商 它是在60年均价限之下 出现连续的放量 这个时候大盘是什么 大盘是下错的 那么有朋友问我怎么办 我说券商在这里出现放量的 它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原因 但什么原因在这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家是不是发现什么 前面多次讲过这个技术 底部放量中长阳的时候 马上就是新周期要开始的时候 这个车你就可以逢低上车 好 上车以后我们就看这个位置 五日均价线 它只要在五日均价线之上 而且这个量能再放大 大家就不能轻易的看空 我前面跟大家讲 这个60天线是强压力位 对不对 那么60天线这个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低位上 你车在60天线没过去的话 到这位置你可以考虑跑路 但是大家看 它在60天线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暴 那就是说什么 说明什么 这是资金在主动的突破 那么大家可以逢低关注 如果大家在早盘 或者是在昨天的低点 也就是在这个低点去做一个低期的话 也是可以吃肉的 还有我在昨天前天 重点就跟大家讲过 只要他还在五日均价线之上 券商板块 就不能轻易的看空 这个没毛病啊 说的很明白 好 在前面我就跟大家讲 这一轮突破60天线 要强压力位 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今天再突 他就打开 是不是 面临的强压力位 所以今天低位没进场的 明天追高 那么朋友们要小心点 明天碰到这个前面的高位压力 很多票会不会出现 冲高回落呢 我觉得大家追高就有拼谨慎了 当然 有些个股 还是可以自在跟踪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券商个股的情况 大家看 现在缩盘 券商有五支票涨停 那么这涨停票怎么理解 其实这几支票 我前面重点讲过 大家看一下财答 昨天就讲过 次心里面的财答 对不对 在这里 前面我跟大家讲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明显的空投状态 那么空投状态 它在这里出现红盘 在这一天涨停的时候 有朋友问我 当时我讲的很仔细 我说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放量中阳线 大阳线 什么意思 告诉大家 资金在抄底 新周期要开始了 那么逢低上抽就是了 而且在这两天 我还重点讲过 我说这个位置 强压力位是六十年线 所以它怎么样 它现在还没到六十年线 大家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结果今天一个放量的 是吧 阳线突然拉起来 突破六十年线 那么突破六十年线 很多人就问 明天会怎么走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跳空的缺口 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出现放量 但是这个量能 有相比起这里的量能 相比起这个量能大不大 不算大 它真正的大量在你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它往上突的话 我觉得它真正的受压力位 还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它还有反弹预期 但是手中没票的 你能追吗 这种票我建议大家 手中没票的 不要追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 大家仔细看 再拉一个长阳线 就面临前高的压力位 这个压力位压力很大 万一顶不住 它不就冲高回落了吗 所以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给你很多机会 你是可以把握的 但是它现在出现一个拉伸的过程中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反而是带来躺赢的机会 也就是说 手中有票的 到这个强压力位 你还看它过不过去 过不去的话 那么你就考虑跑路就是的 那么你这一轮的肉 是不是就吃到袋子里面了 但如果说啊 你手中没票的 这个时候你又想去追高的 这个位置 万一它冲高回落 这个成交量跟不上去 不就是高位被套了吗 高位接盘了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啊 对于财达证券 大家可以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刺青 上面的套牢盘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拉起来啊 这个活跃性也会比较大 大家跟踪啊 还是不错的 红塔证券 也是下午 拉伸 涨停 那我们看一下红塔证券走势 其实红塔证券 它走是跟财达基本的同步 而且它也是个刺青啊 远端刺青 大家看 这里这里这里 出现连续的压 这个位置还没突破 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里能追高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 大家看 这里 它是一个明显的底部震荡 今天突然一个阳线拉 那么这里的话 它持续性打问号 为什么说打问号啊 大家看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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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前面 这个拉一个阳线 没没吸了 拉一个阳线 冲高回落 说明什么 说明它骨性比较差 持续性比较差 再加上再拉的话 是不是到这个强压力位了 这柜子放了很大量 它这个量能不能跟上去呢 对不对 跟不上去的话 那不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 当然啊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券商板块 如果明天继续大涨的话 它有可能跟风涨停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从单独的量价关系来分析的话 它明天再冲的话 命令的压力非常之大 这个位置 强压力位 不仅仅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都是存在强的压力位的 所以这个票 在今天啊 没有上场的啊 大家注意高 还是要谨慎 还有啊 就是在前面 这些位置 上车的朋友 大家记住啊 上车朋友 到了这个强压力位 可以考虑什么 可以考虑先出货 可以考虑先出货 以后 等待低点 当然 如果说利润电别后的 你就看一下五无均价线 它只要在五无均价线之上 大家就不能轻易的看空 做空 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恒塔证券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一个跟风反弹 所以它持续性打一个问号 关大证券下午右板了 它是五天四板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一轮明显的是核心 是龙头 我记得在第一天啊 首板的时候 当时有朋友问我能不能追 我告诉大家 不能追 为什么说不能追 大家看一下当天是什么行情 首板的时候 关大证券是什么行情啊 明显的烂板 对不对 而且这个位置 它是面临的什么 面临的前面高位的压力 高位的压力 这个位置是什么压力啊 这个位置是强压力位 那么这里大家看 它出什么 跳空的缺口 一个弱转强的缺口 其实在这一天是可以上车的 大家看一下 第二天 这个位置 光大正确 是不是出现一个弱转强的一个进攻位置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上车的位置 当天我重点讲过这个事啊 如果大家听懂了好 那么后面这几天 大家应该是会把握的 包括这几天 对不对 这几天 还有在这里 大家看 这天 当时也是出现一个放量的涨停 大家看这点量 三百号的一个放量涨停 我跟大家说过什么 大家知道吗 当时有朋友问我 怎么办 我说 三百号的放量涨停 要不你就有什么 低开横按钮 备按 要不你就快速弱转强 进攻 大家看 昨天的一个走势 这个位置 开盘后 他就快速的转强 进攻 其实从昨天这个走势 已经说明什么 说明阻力还在 阻力还在运作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也比说在这种位置 均驾线的一个支撑位 考虑可以上车 如果你昨天上车 今天一个大阳线啊 吃可大肉 所以说啊 他的走势 还是很强势的 而且我在前面这几天 重点跟大家讲过 看什么 五日均驾线 对不对 实在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看不懂的 那么你就看五日均驾线 他只要在五日均驾线之上 你就不能看空 我就躺 对不对 我就吃肉 只要他放量跌破了五日均驾线 那我考虑跑路啊 所以啊 你就不会什么 被轻易的甩下车 或说被轻易的洗下车 还有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成见量 放了很大 大家知道 二零 二零零零的时候 也就这个位置 光大证券启动 当时也是三零板启动 是吧 拉了一波 从十块钱 涨到了三十块钱附近 他涨得非常之强啊 十块钱涨了三十块钱 他也是那一轮的核心 龙头 所以啊 大家记住啊 大家记住 对于这个票 他有腰骨基因啊 有腰骨基因 你就按照我刚才的思路 手中有票的 看五军阳线 躺 手中没票的 你也可以看五军阳线 在五军阳线附近 做DC 做博弈 对吧 如果你今天 在这个位置 做DC 做博弈的话 也可以去吃肉和汤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一轮的走势来看 他跟前面这个走势 有点相同 而且他明显是超预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 光大证券 首个目标是要考虑 要翻番的走势 他还有空间 说大家没必要怕 没必要怕 好 中性证券 中性尽头啊 这个票尾盘拉起来 其实这个票 说真的 这里是一个轮动 从技术方面来说 这是一个超跌反弹 大家看 前面在这里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中阳线 中阳线 放量 说明什么 说明资金进场 说明什么 说明了 他新周期要开始了 大家知不知道 尤其在这一天 这一天 从刚才我重点讲过 对不对 当时在这一天 有朋友问我 重点讲过当天 我说这个位置是压力位 当时这里出现一个 放量的中阳线 说明什么 说明资金进场了 可以逢低关注 可以逢低上车 大家看啊 这里 这一轮上涨 是不是可以吃肉 喝汤 还有啊 中投证券 他这轮调整 非常之充分 大家看 他调整从最高的59块 到这里 大家看一下 他跌幅多大 跌了50%都不止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真的调整 非常之大呀 他又涨上去 你想想 这空间是不是很大呀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就可以什么 逢低去潜伏 但是能不能追高呢 大家看啊 这里的量能 他明天再涨 命令是什么 这个位置的压力 这个位置的压力 那么这里量能 能不能跟上去呢 所以啊 量能跟不上去的话 很容易出现 充高回落 那么所中没有票的 没票的啊 这个位置 我就不建议大家 去追高的啊 你实在忍不住啊 盘中分时低点 去做博 博对了 吃大肉 博出了 做止损 亏损也不大 这是大家注意的 长城正片 烂板 早盘他是最强的 当然从技术方面来说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 他前面也给了信号 对不对 这一天涨停的时候 给了信号 当时这一天涨停的时候 我也重点分析过 当时他涨停原因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深圳系 深圳板块爆发 当时是深圳国资改革 塌起来了 所以我重点讲过 我说这里是新周期信号 逢低关注 逢低上车 大家看一下 今天一个放量的烂板 凸 所以明天很关键 什么意思呢 这里量 比这里量要大 他明显是奔在这个位置去的 所以明天如果再出现弱转强的话 这个反而更值得关注了 出现弱转强的话 那么他就突破了前期的压力位 进入了一个新的反弹周期 对不对 觉得这个票还是要重视 那么 没有放量 没有突破这个位置之前 大家不能轻易的做多 突破以后反而更好 因为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前面的 这个是压力位 现在变成 这个是支撑位 这个变压力位 所以他突破这个压力位以后 不就奔着更高的反弹目标去了吗 所以反而他会更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节奏 留意这个节奏 对于这几次涨停的票 今天很多都是属于轮动啊 那真正的核心龙头 还是在光大上面 所以大家手中有票的 尤其是有光大的 大家可以什么 留意一下这个五无均将性的一个者数 这一轮的反弹啊 就看他的脸色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